再把它移除掉的話 那如果我們用剛剛的清除的話 會清不掉 所以怎麼辦呢 我需要怎麼樣 需要 也許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怎麼樣 針對不同的資料做不同的清除 所以程式的部分也許我可以 把上面層積多重顏色這一段 複製貼上來改個清除 層積多重顏色那兩個是把它改清除好了 那這樣怎麼清呢 基本上 底下的部分就清除 其實呢我們一個來看 我把它指引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要拿掉那個 怎麼樣 拿掉紅色的 就藍色的字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 字的部分要拿到 第一個呢清除 字的顏色的話 很簡單 就是把它的字的顏色 改回 什麼呢 黑色就好了 OK 因為預設就黑色啦 預設一律都只要有顏色就黑色 那黑色的話呢就RGB Fone Color 等於什麼呢 RGB 本來是 那個00255對不對 你把它全部改成零就好了 Fone Color呢 全部都變成黑色字 所以 改回來的話 第一個 全部都變成零 RGB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底色怎麼辦 底色 Intel Color 有沒有 本來是什麼呢 本來是那個 RGB 是 25 25 0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把底色變成沒有的話 我原來做法是把它改成白色的 本來是白色就25嘛 然後25 25 本來我是用這樣的方式啦 不過我把它執行過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有沒有 哪裡不一樣呢 空線不見啦 不過實際上喔 用白的也沒有關係啊 只是說 列印出去也不會影響 但是 主要影響的是 感覺上的問題 後來同樣 好像這樣不對耶 感覺在那邊缺一塊 所以後來呢 如果說你不要用白色 還有另外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用透明色 Intel Color 如果要透明色的話 特別重要 意思就是沒有顏色 那沒有顏色的話呢 沒有啦 在Excel裡面 它的長數叫 XL None 這個長數 意思就是 我要給一個沒有 沒有東西的一個參數 所以沒有的話呢 在Excel裡面就是 Excel None OK 那如果說我用這種方式 把它執行過 剛剛的那個有沒有 那個空線 會恢復了 所以用白色 其實 理論上是 可以啦 只是說呢 當然 還是沒有Excel None 這麼的完美 OK 那再來的話呢 空線變成沒有的話 怎麼做呢 空線變成沒有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剛剛是用 Bolders 點 點卡爾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能要用什麼 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的話 先點Color 如果用什麼 我原來是點Color 那是Color 等於什麼呢 紅色是RGB的 255 6.0 6.0 那如果 假設沒有的話 沒有 你就不能用白色的線 白色的線 因為它是灰色的線 所以你總不可能調出了灰色的線 但不是啊 你調灰色的線 印出來會有灰色的線 那這裡的話 我們是怎麼樣 假如沒有 那你可以用什麼 Excel Num 不過我記得 像這樣做出來 效果怎麼樣 我們試一下 如果是這個效果 然後 套用之後的話 其實 如果你Color 等於Excel Num 應該也可以 但是還是有同學 眼睛非常的亮 因為什麼 有沒有不一樣呢 有藍色 對 變有點 淺藍色 有一點點淺 但是實際上你這樣的列印 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可是就是有同學會吹毛求疵嘛 說 老師這樣子 不太好 這樣感覺 好像還是不完美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 把那個藍色的線改掉的話 沒有顏色 另外還有什麼 你可以把 這個 Color 改成 叫Light Style 就是線條樣式 沒有 沒有線條樣式 不要用Color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Light Style Light Style 應該應該會拼吧 Style字不要拼錯 Style OK 如果是字沒有拼錯的話 那 我的習慣是字會打小寫 如果你把這個 游標移開的話 如果他的字 L跟S會變大寫 表示你字沒拼錯 我們移開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L跟S有沒有 他會幫你變大寫 所以我有時候 打程式的時候 我都會打小寫 那他 VBA會自動把手字 變大寫 那這樣子有好處 就是說 我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來幫助我 除錯 我基本上 程式就比較不容易發生錯 所以我有很多 一些 招式 可以防止我程式寫錯 不過這個也是用分享 打小寫 自動會跳大寫 那表示 這個程式沒 那個 Light Style 如果把它改過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原來那個會有一點 那個 這個地方會是 淺黃 淺藍色 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了 就恢復正常 OK 雖然大家一點點差別 是可以 但是 如果你要完美的話 請你把Color 改成Light Style 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還有那個 把那個 初體字改回來 本來就True 你就把它改False 就好了 這應該比較沒什麼問題 字的顏色的話 也一樣 把它改成 黑色字 就完成了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加上去之後 然後呢 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更清除 清除的方式 就分別把它做 個別的清除 可是就有同學說 老師幹嘛這麼麻煩 乾脆全部清空就好了 對 其實如果你要全部清空 程式只要寫一行就好了 像這麼多 其實 有個更簡單的方法 我把這些字 先把它做成註解 把它保留在這邊 註解的話 註解的話是按右鍵有個編輯 編輯裡面呢 有一個 史程式變成註解 就是這一個 它 只要你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按下去 它全部就變註解 註解意思是 我暫時不要刪掉 我要 另外寫另外一種方法 不然你把它刪掉 那你寫另外一種方法 假如寫錯了 你就回不去了 對不對 所以註解掉 但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很簡單 有沒有 使註解 還原為程式 這樣就OK了 把它註解一下 如果說你要寫另外一種方式的話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寫一行 哪一行 你用range的方式 前面我們有講過啦 你可以用range range的話呢 從哪一個儲存格呢 從h2 到h 現在是8啦 當然如果說這個數字會變動的話 很簡單嘛 結束掉 and 串接什麼呢 最下面 一列 那你空一格 你可以拿 剛剛講的這個 and什麼呢 最下面一列 這邊把它 負責貼過來 它就會幫你串到後面去 意思就是說呢 自動幫你把8帶過來 串在後面 遇到and 會自動幫你變成文字 串在後面變h8 有沒有 那這個範圍做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把它做clear CL 特別喔 clear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清除的 只有內容就clearcontents 那如果你要清除什麼 全部包含format 格式的話 其實你要什麼 用什麼 clear就可以了 所以我用clear 一行也可以啦 寫完了 試一下看看我ok clear意思說包含 裡面的文字 跟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那個格式喔 好全部clear掉 有沒有 全部清掉了 所以基本上 哪一個簡單呢 這簡單啊 對不對 不過上面 主要我們是 要講的是如果針對 不同的 這個格式做清除的話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現在只是全部要清空的話 很簡單 加一個clear OK 這邊clear就可以 Clear意思是說呢包含他的格式跟他的文字 內容 全部都清空的話 OK 那這裡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清除 就是 成績多重清除部分 好 好 感谢观看